第四个,我们学佛人有事情或问题,是否应该找那些灵通人士沟通? 现在这灵通人士越来越多,奇奇怪怪的说法,奇奇怪怪的人物,现在都出山了,真是很害人的。 我们信佛人,你为什么不信佛,不找佛,不问佛,你非得去找这些灵通人士,我说你要找这些灵通人士,你还真不如找我,我能告诉你点实话,那谎话我不会跟你说的,这比较保险。 你说我刚才说我们信佛的人,那现在我说了,你信佛吗?我说你不信佛,你觉得冤枉? 信佛,真正信,绝不找灵通人士,遇到问题,一定找阿弥陀佛,找观世音菩萨,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做的,灵得很,阿弥陀佛不骗你,观世音菩萨不骗你。 每次我有事儿,找阿弥陀佛,找观世音菩萨,告诉我的百分之百准确,一次没骗过我。 那你为什么不找佛,你偏要去找灵通人士,那既然是你信灵通人士,你非得去找,我也不能拉着你,是不是? 你自己掂念掂念掂念,琢磨琢磨,这个事儿该怎么办。 如果事情你这样处理,你一直是有事儿找灵通人士,我说你网上极乐世界,也照样没份。 那就是业力牵引,你该上哪道上哪道? 老法师说,一度六到五千节,那你什么时候再遇到灵佛,做佛的机缘? 最起码得五千节以后吧,五千节以后你能再遇不遇到这个机会,那谁也不能给你打保镖。 所以你想想,你该怎么办,不该怎么办。